本月16日在小宫洞乐天酒店举行了知识经济部元老咨询会 当天的会议以国内外环境变化中的韩国经济课题这一主题展开 前总理高建 前副总理赵淳和各位经济界元老参加了当天的会议 知识经济部长官洪熙宇通过致辞表示 本次会议是在群球经济长期不景气的背景下 为了听取各位前辈们克服危机的战略而举办的 同时他还表示今后也要将元老们的智慧发扬光大 出席会议的各位经济界元老们针对如何克服2008年群球经济危机以后 不断持续的国内经济状况纷纷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办法